冬至前一天中午 马来西亚吉隆坡酒吧深入一处发生火警 烧毁10间民房和2间商店 导致居民流离失所 此地志工接获通报后 几颗洞员前往火灾现场勘察 就看到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餐 我们也有准备了食物 跟热食跟我们的水过来 然后也知道全部的衣服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也从环保站会拿一些衣服过来 同一时间晚间8点半 在四公里外的慈激环保站 志工们正紧锣密鼓地整理二手衣物 准备送往灾区 他们可能烧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最急要的就是食物跟衣服这些 所以我们就快快来写 一些比较适合他们的衣服拿过去 看可以洗要绑到他们什么 最基本的 此地志工邀请受灾居民来到环保站 并且为每一户家庭准备了700令吉的维稳金 让他们重新整顿生活 我们必须把财政策的小匙 我们必须要保护给我们 我们必须要保护 我们必须能保护 要我准备发尽加收 Philippe 所以在腽疹中 我将保护 会让彩虑 尽 condemn 祂多人 那样 Pla moet 受灾居民即时响应 此地志工的呼吁 将身上仅有的小钱投入住人的海洋里 祈愿其他和自己同样遭遇的人 也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麦大爱和树贤城运区 吉隆坡报道